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的 依然是2022年初级会计实务这门课程的 零基础经讲班里面的第一章 概述 我们说概述这一章一共是讲了五节内容 我们已经通过上一讲把第一节讲完了 它确实还是挺笼统的给大家讲解了 什么叫会计以及会计的职能和会计 归根结底它的目标是什么 对吧 我们讲了三个考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本讲呢 就进入到了第一章概述里面的第二节 就是讲了两个事 而且这两个事啊还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件事给大家讲什么叫会计的基本假设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啊 会计的基本假设一共是有四个 绝对没有第五个 你要说三个也不对 它就是四个会计四个基本假设 以及会计基础 会计基础有几个呢 两个 有两种也行 有两个也行 所以这一章还是挺重要的 靠理解并不是靠死记硬背的 好 接着我们马上进入到考点一 关于会计基本假设 就什么叫会计基本假设呢 它说是对会计核算的时间 和核算的空间范围 以及所采用的主要计量单位等所做的合理的假定 它是企业会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个前提 其实话说到这儿 您会发现 诶 怎么又冒出来这八个字了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没错 我们学习会计的始终一直离不开它们 您看前面讲 会计有两个最基本的职能 第一个就是核算职能 核算的流程或者核算的顺序 就是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 说会计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些合理的假设的 这些合理的假设 您必须得认可 你说我就不认可它 那您就没法接着往下学了 明白 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日历角度来讲 我们分成公立的 我们分成农历的 你像公立现在是属于2022年 你说了我就不认可 我认为现在就是2080年 那就没法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 跟我们形成共鸣了 那也就是说您学会计的时候 也是一样要遵循这四个合理的假设条件 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说会计的假设 对于履行我们会计的职能 实现我们最终的会计的目标 要求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那么会计的基本假设到底是谁呀 我们要看庐山的真面目 是什么呢 会计四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叫做会计主体 第二个叫做持续经营 第三个叫做会计分期 第四个叫做货币计量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那就是您只要学会计 就必须要认可这四个基本的假设 那么这四个基本假设分别都是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先来看第一个会计主体 有人说了 谁跟你说的会计主体 学会计就学会计吧 还什么主体不主体 这可不是我说的话 您看看它的来源是在哪里 是且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当中的第五条 就明确给您规定了 我们准则有基本准则 还会有具体准则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学到存货呀 就是第一号具体准则 还会学到长期股权投资啊等等 那都是具体准则 在具体准则之上 有一个提纲窃领的一个准则 它叫基本准则 基本准则第五条明确规定了说要会计主体这个概念 那么什么叫会计主体呢 大家给我看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所服务的特定的对象 其实就是会计您所处的这个公司 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它是企业会计 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您看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您这个会计到底是在某某公司里头拿工资 那么这个某某公司就是您所要核算的一个会计主体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说会计的核算应当集中反映某一个特定企业的经济活动 并将这个与其他的经济实体区别开来 您想想 比如说我现在是A公司的会计 然后您呢 是B公司的会计 我只管A公司的事 您只管B公司的事 咱们谁也别多管谁的事 它就体现出来了会计主体 你这个会计你到底核算谁的事 一定要跟别人的事区别开来 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说在会计主体这个假设之下 企业应当对其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我说过 只要您一听说交易 其实就是我们企业对外的 您一听说事项就是我们企业内部自己的事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对你自己发生的 甭管是对外的事 还是自己内部的事 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所以你要知道会计主体 它其实就是一个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要反映企业本身 你所从事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和其他的相关活动 就是站稳脚跟 你要知道你是谁的会计 你就该管谁的事 别人的事你别管 好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如果企业所有者的经济交易 或者是所有者的经济事项 它是属于企业所有者主体所发生的 则不应该纳入到企业会计核算的范围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 如果企业所有者的经济交易 或者经济事项 就是股东他家里的事 可不归我们企业会计来进行核算的 比如说某一个早晨 咱们公司当中的其中某一个股东就来了 就跟李会计就说了 说小李啊 你可帮我寄一件事啊 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回来小李说什么事啊 说昨天晚上我小舅子又从我们家 借走了三十万块钱 你可得帮我寄好了 我这脑子不好别忘了 这时候会计说什么 对不起老板 或者叫做对不起 这个这个他们都是股东嘛 对吧 哎反正我帮不了您这个事 因为我是咱们公司的会计 我从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 会计主体的角度上来讲 我只能核算咱们公司发生的事 如果您小舅子是通过咱们公司 借走了三十万 那是咱们公司的债权 您放心 我一定帮您核算 我一定帮您记着 因为前边我们在讲第一节的时候 就说过会计核算和监督 里面有个内容吗 我们要帮着这个老板去核算 钱啊 物啊 债权债务等等 对吧 那如果从咱公司借走的 我一定帮您核算 但是从您家里借走的 我就管不了了 他就充分体现出 会计从空间范围上 你要界定出来 你该管哪些事 和你不该管哪些事 所以您看是不是 如果企业所有者 所有者就是老板啊等等 他的经济交易 业务不归我们管 接着再看 如果企业所有者 向企业投入的资本 或者是企业向投资者 分配了利润 则属于企业会计主体的核算范围 这一点很简单啊 您说咱们公司 不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吗 公司最起码得先由股东 把钱投进来吧 那如果这个股东 往咱公司投了20万块钱 您应不应该核算 应该核算 但是这时候 其实您并不是 为这个股东本身来核算 您是站在公司的角度 在为公司核算 您在为公司核算 哦 谁给咱们投资了20万 谁给咱们投资了50万 您是不是相当于 在作为会计主体 给这个公司核算 那么如果某一个股东 就所有的股东 给咱们投完钱以后 咱们一旦赚了钱 要给股东们分红啊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又要给股东们 这个分2万 那个分5万 这时候我们要不要核算 当然要核算 其实这时候核算 也并不是给所有者本身核算 还是给企业做核算嘛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这句话里面充分告诉大家 我们的空间范围 到底是什么 如果公司的所有者 把钱从家里 借给他小舅子 这跟咱没关系 但是如果同样 还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从家里拿钱投入咱公司 咱可就得管了 咱的管 咱那就是核算了 对吧 咱的管 咱的干活不就是核算吗 咱的动作不就是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吗 这是贯穿会计的学习始终啊 也是实践的始终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啊 关于会计主体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有两个小贴士 大家先来给我看一下 第一个 他说了 会计的主体 不仅要求会计核算 要分清经济业务 是属于我们企业 还是他们企业 那有站稳脚跟吗 说还要分清 这个经济业务 是属于本企业的 还是本企业的所有者的 你小舅子从你们家 把钱借走 这事我不管 再来看 关于会计主体 跟法律主体 并非对等的一个概念 有时候考试就会考到 因为我们从会计角度 有四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就叫会计主体 那有人呢 就会说 那会计主体 跟法律主体 有什么区别吗 您看您另外一科 叫经济法基础 您可能也学过 就是跟法律相关的这些概念 那么您从这个角度上 就记住了 法律主体是什么 是一定在法律上 它是有人格地位的 它是可以当被告的 就这么简单 那么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会发现 他就没有法律的主体资格 他连被告都当不了 怎么情况呢 比如说 我们有一种糕点 叫做真好吃 我们写 有一种糕点的名字 就叫真好吃 看着啊 糕点的名字 叫真好吃 那么它的公司呢 就叫真好吃 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公司的总部 设立在北京 然后呢 它在天津上海等等 都设立了很多 这个小门事部 就是它在哪都开店嘛 设立了好多小门事部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有点不幸的是什么呢 这个真好吃的这个公司 位于天津的一个小门事部 卖出去了两块蛋糕 但是这两块蛋糕呢 吃得人家去医院了 人家花了医药费了 那人家属要不要过来告啊 当然人要找他呀 这个时候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如果协商不成就要起诉 那么起诉 你说谁能当被告呢 是真好吃 这个总公司当被告 还是真好吃 这个公司 坐落在天津的门事部 当被告呢 我跟你说 在法院里面 人家可不认你门事部 不门事部 因为一个品牌 它可能有上千个 或上万个门事部 所以人家法院可不认 法院直接让谁去做被告 位于北京的总公司 去做被告 人家就会告他 所以你会发现 是不是当法律主体 是很严格的 那么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严格到 这个法律主体 一定是在工商部门 认可它的主体地位的 才叫法律主体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当法律主体那么严格 法院要认可 它的话题 是工商局先认可 工商局认可了 法院才认可 才有资格当被告 那会计主体 严不严呢 会计主体 是一点都不严 咱还接着 刚才那个例子说 是不是位于天津的 这个小门脸 卖出去的蛋糕 这时候位于北京 总公司的大老总 就着急了 怎么回事 这管理的 就不严格呀 这东西都腐烂了 还往外卖呀 而且位于天津的 这个门事部 怎么总赔钱呀 好 这时候老板呢 可能就会上职联招聘呢 或者什么五八同城啊 就开始招聘了 招聘什么 招聘会计 比如说正好 您去投了个简历 就跟您对接上了 这时候您说了 老板我去哪上班啊 老板说了 你别来北京 你就去天津市 某某区 某某街道 我那个门事部 你就给我核算 那个门事部里的事 然后你一去 你就说 老板你那门事部 一共才八平米啊 对 就那八平米 你就在那八平米里 给我好好核算 我到底成本是多少钱 买了多少钱鸡蛋 买了多少钱面粉 发了多少钱的工资 以及卖出去了 多少钱东西 你就给我核算 这八平米里面的事 这时候您记着 只要老板肯花钱 对这八平米里面的 所有的经济活动 进行单独的核算 这八平米的门事部 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但是这八平米的门事部里面 人家要告的时候 这八平米能叫法律主体吗 不能叫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您就会发现 只要是法律主体了 它必定是一个会计主体 因为它在法律 这么严格的情况下 都是一个主体的地位了 那么从会计角度 它肯定要单独核算 它肯定不能跟其他企业 混为一谈的 所以是法律主体 一定是会计主体 但是如果是会计主体 它未必是法律主体 因为想当会计主体 太容易了 只要老板可花钱 只要单独对它核算 它就是会计主体 别说八平米了 就是两平米 你只对这两平米里面 发生的事 进去单独核算 它也是一个会计主体 所以通过这一点 您一定要分清楚 会计主体跟法律主体 它是有区别的 大家跟我来看 说一般而言 凡是法律主体 必为会计主体 你想从法律上 都是一个主体了 那它肯定要单独核算 它跟别人一定不一样 您去工商局 您见过 都是某某公司 某某公司 公司跟公司之间 谁跟谁也不挨的呀 它没有你我之间 什么勾肩搭配的关系 没有啊 所以都是独立的嘛 所以但凡在工商局 都是一个法律主体了 在会计角度 肯定是一个会计主体 然后再来看 但是会计主体 不一定是法律主体了 这个好理解吧 好理解 然后接着还有呢 他说像企业集团 像企业本身 像企业里边的每一个分厂 像企业里边的每一个车间 像企业里边的每一个事业部 都可以成为会计主体 这个特别好理解 说要想当会计主体 不是太简单了 我说两瓶你都可以 当一个会计主体 只要老板肯花钱 单独雇个会计 就在单独进行核算 所以你看某一个事业部 某一个车间 某一个分厂 他都可以当会计主体 但是他们能是法律主体吗 不可以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但是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这句话你怎么理解 比如说 企业集团 他就是个会计主体 但是他并不是法律主体 为什么 您到法院里面 您可以去听啊 他一般人 原告谁谁 被告谁谁 他都不会说什么 集团公司的 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讲 他根本不认集团的概念 你集团里面 你是母公司 就是什么什么母公司 你是子公司 就是什么什么轮胎公司 母公司 就是什么汽车公司 法院从来没有集团的概念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说的企业集团 他仅仅是一个会计主体 但他并不是一个法律主体 但是企业本身 你看他既是会计主体 他也是法律主体 但你看分厂啊 车间啊 事业部啊 他都是会计主体 但他都不是法律主体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见了吧 但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你要分清楚 谁最严格 法律主体最严格 在最严格的情况之下 他都是法律主体了 那他一定是会计主体 但是是会计主体 他就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你看见了吗 这都是会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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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都不是法律主体 好 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点 这个图您了解一下啊 站在会计角度来讲 称之为会计主体太容易了 只要单独核算就可以 有限责任公司是会计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股份有限公司里边 分公司是会计主体 车间是集团也是 都是会计主体 当然我其实不想再展开了 比如说集团公司 这就跟你考完了初级以后 接着考中级里边的 合并报表有关系了 每到年终岁末的时候 只要您是母公司 我们只要一说 哎这是孩妈妈 只要一说这是孩妈妈 说明他一定有孩 有孩子 所以这种 我们只要一说这是母公司 那一定是有子公司的 所以到年终岁末的时候 母子公司之间 他要站在集团的角度 要编一个合并报表 这个合并报表 就是把母子公司之间 所有的交易 给他进行抵消 让大众 让所有的外人看看 我们对外的交易是多少 因为内部很多 我们防止你是虚假的吗 所以你看到年终岁末 站在集团的角度 我们编的合并 才有报表 它就是个会计主体 就企业集团 它就是个会计主体 我们面对这个集团 编章报表 所以就会计主体 但是到法院 或者到工商局 根本不认这个集团的概念 那是各式各的 各式各麻 母公司就是你母公司本身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母公司 你就是公司而已 你子公司 也不要跟我说你是子公司 你就是个公司而已 你们俩什么关系 从会计口径去考虑去 对吧 法律口径不考虑 你们俩什么关系 所以您看 我们说完了会计主体之后 我们来说法律主体 那法律主体 像这个分公司 它就不是法律主体了 像什么车间 也不是法律主体了 像什么集团公司 也不是法律主体了 所以只有谁是一个法律主体 只有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才是一个法律主体 你就了解一下这个点 就OK了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2020年 在这考的题目 都挺简单的 它说下列各项当中 可确认为会计主体的是哪个 你看会计主体 可是只要肯花钱 对它单独核算 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子公司是不是 其实子公司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 它当然是了 它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它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它当然是一个会计主体 它不光是会计主体 它还是法律主体呢 好 再来看销售部门呢 我说了谁都是会计主体 销售部门 只要单独对销售部门进行核算 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可以确认为会计主体啊 还有集团公司 站在母子公司 形成了集团角度 它也是一个会计主体 但它不是法律主体 再来看母公司 你母公司 它也是一个公司呀 它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嘛 所以说 ABCD 这道题 ABCD 都是会计主体 题目问的是 可确认为会计主体的 都是 但如果这道题要是 再问 说可确认为法律主体的呢 如果他要说 可确认为法律主体的 A子公司 可确认为法律主体 销售部门 不能当法律主体 集团公司 也不能当法律主体 但是母公司 可以当法律主体 所以如果要是问 法律主体 选A和D 如果要是问 会计主体 是ABCD 所以你会发现 谁宽泛 会计主体宽泛 那么这道题 归根结底 应该选的是 ABCD 看见了吗 选项ABCD 均可以进行 独立的核算 均可确认为 是会计的主体 不难吧 这是我们说 学会计 要有四个认同 第一个 就是会计主体的认同 你要认可 它是一个会计主体 你要认可它 他说就两平米 就两平米 你要认可它 只要老板肯花钱 对这两平米内 发生的经济交易 经济事项进行核算 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你不要嫌它小 知道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我们要认可 甭管几平米 你要认可它 是一个会计主体 好 那么我们要说 如果你应聘一个会计工作 老板说了 您就在这三平米里面干活吧 你说老板违法 老板才让我对三平米内发生的经济交易进行核算 违法吗 不违法 因为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会计主体 就是个会计主体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一条判断题 这个判断题也是2020年考的 它说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所服务的特定对象 就是你到底服务于哪一个公司 他说是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这句话太多了 本来嘛 会计主体它就是一个空间范围 就是我们到底是服务于哪个公司 你在哪个公司拿工资 你就应该服务于哪个公司吗 所以是完全正确的 好 说完了第一个基本假设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基本假设 那叫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 你也得认可它 你说我就不认可它 说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然后呢 我这个原来的工作呢 也没了 我爸我妈妈天天催着我出去找 都找活干 我就找到了一个单位 然后呢 我一进这个单位 我感觉啊 就这帮人脸都是绿的 公司里面一片狼藉 我认为这个公司最多最多 也就还能干个三年两载 也得跟我原来公司一样 估计得破产清算了 你看 这是你踏入你现在要从事这个工作的 这个公司的第一印象 你认为也就活个三年两载 但是你认为三年两载也行啊 最起码我过渡一下 我先从这里 离家又近 对吧 工资呢 几千块钱又不少 行 那我就干吧 这时候你一干 你别忘了 您干的可是会计的工作呀 当您做会计工作的时候 您别忘了啊 您有一个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 这话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个公司啊 从您一踏进来当会计 那天下午 哎 好巧不巧吧 下午这公司啊 就买了一个大型的设备进来了 花了二百多万 买了个大型设备进来 那么您可是这个会计呀 那您要对这个大型的设备 您就刚才我们说了吧 您得核算这事吧 你得管吧 你管呀 您会计管不就是核算和监督吗 您核算的动作不就是 先开开您的小宇宙 先确认吗 确认它是我们企业过去的交易 或事项所形成的 这个大设备归我们所有 日后能给我起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我要确认是资产 而且是资产当中的固定资产 您要确认它 而且确认它是我们的资产 接下来你就要计量它 到底是多少钱 然后我们就要记录 然后我们就会出报告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一共有多少台等等 那么什么叫持续经营呢 就是当我们拥有了 买进来这个大设备以后 从下个月开始啊 我们其实买完就用对吧 但是从下个月开始 我们就要为这个新买的大设备 来计提折旧额了 当我们计提折旧额的时候 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 你认为这个公司最多还能活两年半 就得破产清算了 所以你就想对这个设备 按照两年半来计提折旧额 认为你想两年半以后 公司都不存在了 这个设备肯定也没有用了 也就是说这个设备最多能用两年半 但是我们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 从会计的角度上来讲 都要给你植入一种新的观念 就是你一定要认为这个公司 是一个持续经营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对这个设备 既提折旧额的时间 不能是你认为的两年半 它就破产 你一定要按照它正常的 就是你一定要对它有一个很好的愿景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买进来的设备 我们企业所得税法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什么不能低于十年来 不能低于五年来等等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你认为这个公司马上就要不行了 但是你也依然要坚信 它会持续经营 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经营的 这个基本假设的话 那你认为这个公司是还能活两年半 如果你再去一个公司 你认为这个公司还能活半年的话 难道你在半年内 把你这花的二百多万都进行折旧吗 所以它对计题折旧额呀 计题贪香额等等 都会形成障碍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所以持续经营 就是你一定看着它可能已经不太好了 但是依然对它充满了希望 才可以 大家跟我看 持续经营是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当中的第六条 也是非常重要 段位很高的啊 基本准则里面写的 您看 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说你得认为这个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 和当前的状态继续经营下去 不会停业 也不会大规模的削减业务 这就是我们说的 所以说 你认为它还能活两年半 你不能按两年半 来为固定资产基地折旧额 你要按照正常的 比如说十年啊 比如说是什么十五年啊 二十年啊 按一个很长的 这个经济利益的流入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它持续经营啊 持续经营 那你看是不是持续经营吗 我们就按照 如果要按你想象的 它不能持续经营 两年半就散伙了 那你按两年半折 是不可以的 要按十年折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他说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之下 啊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持续经营 其实持续经营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条设限 对吧 这条设限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之下 我们会计人员在进行确认 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时候 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 就完了 我们认为它不是活两年半 它可能活250年的 再来看 他说企业的资产 将按照既定的用途来使用 债务将按照既定的债务合约的条件 进行清偿啊 误尽其用债款 该怎么还怎么还 那么企业会计在此基础之上 进行会计估计 并选择相应的会计原则 和会计方法 这里边说的就有点 特别的枯燥难懂 其实就是让你企业按最少 比如说你买的是设备 机器设备进来 那么最少按照十年 来为它计题折旧 我这不就想了吗 企业的会计在这个基础之上 什么基础之上 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 进行估计 估计最少得用十年 并选择相应的会计原则 用什么这样的 这个年限平均法等等 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说白了不是你认为它 才能活两年半 这个不听你的 因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您对固定资产计提出来的 折旧额就是一种费用 如果听您的话 您认为就再活两年半的话 那它在两年半之内 把这两百多万都作为费用的话 您在这两年半之内 会少交很多很多的企业所得税 这是税务局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人家才会告诉你 你别按你的两年半算 你想年头一长了 它每年的折旧额 或每年的费用就会少 那你每年往国家交到企业所得税 就会多 其实在这一点上 是为了保护税务局的 为了保护税务局的 这是我们说的持续经营 它就是一条涉险 然后涉险就没有终点 一直持续经营下去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小贴士 它说 如果判断企业 不会持续经营下去了 我如果判断 它就两年半了 然后就破产清算了 那么就应当改变会计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 原则和方法 并在企业财务报告中 做相应的披露 这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就相当于 如果你真的 我就断言 这个公司就还能活两年半 公司谁都认可你 对对对 这个公司最多两年半就厌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就不能再用 我们的财务会计的 准则体系了 您就应该用破产会计 所以当您在大学里面 学会计的时候 它有很多分支 它有很多必修课 选修课等等 其中有一门选修课 就叫破产会计 因为大家不爱学这颗 学完以后 没有用武之地 您说我们竞聘单位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老板我是学财务会计的 我是学管理会计的 然后我可以帮您去 预测经济前景 我帮您核算核监督 我帮您出谋划策等等 这好找工作 如果你说老板 我是学破产会计的 咱什么时候破呀 是今儿就破了 还是明儿我给你破了呀 你说你这样的会计 人家谁敢请你来呀 这是一看 这是对吧 这扫不心吗 这不是 所以破产会计 跟我们的财务会计 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破产会计 它就是认为 你马上就要破产了 你就不能干了 但是财务会计 它一定是有一个 美好的愿景 认为你持续经营下去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了解一下就行了 你看改变会计的 确认计量 那就说明改变 我们要用破产会计那一套 但是我们从来不学 破产会计那一套 我们学的都是 有一个美好愿景的企业会计 或者叫企业财务会计 了解 好 接着 刚才不是说了一个 这个持续经营吗 您看啊 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我今天来了 我今天来了以后呢 我就对这个公司 充满了美好的愿景 那比如说 我就是这个 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会计 我是哪个公司的会计呢 我就是 比如说天津 有一个服装厂 叫做老美华 就专门给老年人做服装的嘛 他确实挺有名气的 然后做的那个服装挺考究的 然后呢 比如说我在天津 正好呢 我就在老美华这个 这个公司就应聘了 我当会计了 当我第一天 进到我们公司以后呢 老板一直在全世界的飞 因为他订单很多嘛 然后有各种事物需要处理 我进来以后 三个月都没有看见老板 三个月都没有见着 然后忽然间一天 老板终于就快过年了 就回到公司了 然后一看 公司新来个会计 就把我给喊过去了 哎小王啊 听说你都已经来了三个月了 你来跟我说说 咱们公司最近怎么样啊 你说我说啥 我说咱公司好啊 我们当时在学会计的时候 说一定要对你所在的公司 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一定要本着一个 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呀 所以我从进了公司以后 吃的好喝的好 倒点来倒点走 工资一分不少我的 那你干什么了 我啥没干啊 我不用干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从踏进老美华 这个公司那天开始 我就认为这个公司 至少还能活五百年 我对他充满着 美好的愿景 五百年 所以老板 我都想好了 等到五百年的时候 我好好的 帮您核算 核算 我好好的 帮您监督 监督 我好好的 帮您把这五百年之内 发生了所有的经济业务 和事项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 我报告给您 那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五百年之后 我帮您去做这些事 五百年之后 那你说老板得怎么想 老板说 你这个愿景比我还没好 我认为我这老北华 可能也就活个一二百年 百年老企业就不做了 好嘛 你这到你这都五百年了 行啊 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愿景 认为咱们公司能存活五百年 你打算五百年以后都完事了 然后你再来给我合算 那你就先回家吧 五百年以后你再回来吧 你看看你这么一来工作不就丢了吗 所以我会发现坏了 我这么一说不对呀 那人就直接就把我给开了 但你问题出在哪了呢 我说不是我不干活老板 您看看 打我进到咱公司 都三个月了 没有人给我任何的会计的资料 对吧 我是会计 最起码你们这些人出差呀 这些人采购啊 这些人销售啊 没人理我呀 也就是从我进来开始 就没人搭理我 我想干活我也没活可干呀 老板一听 哎也对呀 确实持续经营是什么 是从我进来开始 一直到这么多年 持续经营是要设限嘛 他没有断点 他要没有断点的话 这个会计人员就没人搭理 人家是该采购采购 该销售销售 该生产生产 没人理我 没错 持续经营就是没有断点 怎么办呢 老板这时候说了 哎也也确实不赖你啊 仨月啥活没干 还白拿工资 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 你呀 一个月 你给我 报告 然后呢 一个季度 再给我一个报告 然后半年的时候 再给我一个报告 一年的时候 再给我一个报告 哎 这老板就开始给我提要求了 问我你干了吗 哎 我干了干了 然后我说不用一天 一给您报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好嘛你一天给我发一个报告 你不嫌累 我还嫌累了 我还嫌麻烦了 所以你会发现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 我们人为的其实就是给他分了段了 一旦分了段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按月吗 你看 按月吗 一旦分了段以后 就会发现了 只要到了断点 到这的时候 你所有的会计资料 你各个岗位上的 你都得上我这来汇报来 所以会计为什么说它是个管理岗位啊 就谁都得在我这来 我在这做汇总 我在这做加工 你会发现 由第二个基本假设 持续经营 就引发出来了第三个基本假设 它叫会计分期 您看我们是不是会计分期了 哎 这都是我们分的期啊 但是一分期以后 你会发现它分成什么 它就分成了本期 分成了上期 分成了下期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归纳总结完以后 就分成了本期和非本期 所以会计分期 是我们的第三个基本假设 必须要会计分期 如果你不分期的话 它是一条射线 它是没有断点的 会计是没有干活的那个机会的 没人理你 明白了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第三个基本假设 就是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也是我们基本准则 第七条里面写到的 大家看一下 是在持续经营的机首之上 持续经营是一个前提 但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得让会计干活啊 会计说我也想干啊 所以站在持续经营的角度上 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会计分期 相当于是有前提有后续 看见了吗 我们这是个图 你就知道 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 我们就开始分期了 这一分期就分成按年度 按季度 按月度 按半年度等等 明白 好 大家跟我看 什么叫会计分期呀 是指将一个企业 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 划分为一个一个的连续的 长短相同的期间 您看是不是连续的 您看看是不是长短都相同的期间 又说了 会计分期的目的是 具已来分期结算盈亏 就是我们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一个月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我们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这一年 到底是赚了还赔了 你别给我持续经营 你持续经营是500年以后 你才能给我算出来 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那500年黄瓜菜都凉了呀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会计分期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要假设 必须要做会计分期这个工作了 那么我们除了按期来看 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我们还要按期编制财务报告吗 从而及时的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关 财务状况进行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呀 那么在这你看看 我们财务报告使用者前面第一节刚讲过 什么债权人类 什么投资人类 什么政府部门类 什么社会公众了 人家是要看的嘛 所以人家不能等着500年以后再看 人家现在就要看 所以我们要会计分期 对吧 会计分期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小贴士 他说会计期间通常分为会计的年度 会计的半年度 会计的季度和会计的月度 其实在这您就记住了 我们的会计分期就分成了四种期间 一个就是年度的 一个就是半年度的 一个就是季度的 一个就是月度的 那么且都是按照公立期期日期 公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2022年1月几号等等 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农历 什么什么不是啊 不是那个农历 然后又说了 什么半年度 季度和月度 统成为会计的中期 所以在这万一出一个判断题 说会计中期仅止半年度 对吗 那是不对的 只要不是一年的 只要不是一年的 只要不是这个年度的 呃 全都叫中期 那就是中期既包括半年度 也包括季度 也包括月度 啊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接着呢 还有一个点 刚才就说了 说由于会计分期了 才产生了当期与其他期间的差别 从而就形成了两种 一个叫全责发生制 一个叫收负实现制 这两种不同的记账基础 进而就出现了应收应付 等会计处理方法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 大家跟我来看啊 呃 大家跟我来看 比如说 我一画这条设限 您知道 这是我们会计 基本假设当中第二个 持续经营 但是持续经营不行 我们得人为给他进行断点 所以断点 断这啊 从这开始 比如说 呃 这一年吧 这是表示2022年 看着啊 这是 从这开始 1月1号 到这为止 是12月31号 这是2022年 好理解啊 然后既然是2022年嘛 那就肯定分成12个月了 比如说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七个月 那后面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分成月了 分成月完以后呢 您看这个点不就是1月1号吗 那这个点呢 肯定就是1月31号 那这个点呢 肯定就是2月28号 那这个点呢 肯定就是3月31号 好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您就来感受一下 说这个会计分完期以后啊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有点难理解了 怎么难理解呢 您看啊 比如说我就是老美华 这个公司的会计 然后我们有销售部门 销售一对 或者叫做销售第一个部门 就是销售一部门吧 他在 他在 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们我们换个颜色啊 他在这个结果眼 这个结果眼是什么时候呢 是1月 比如说1月23号 1月23号正好快到 快到英里年 快过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大年的时候 1月23号的时候呢 销售一部门 就卖出去了一批货 把这批货呢 就卖给了天津的百货大楼 把这批货就卖给天津的百货大楼 多少钱呢 是300万 看着啊 300万 那您想想 既然销售部门 负责销售嘛 他在1月23号 就跟天津百货大楼 签了一个合同 就把300万块钱的老美华 老年人的服装 就卖出去了 但是呢 天津百货大楼呢 就跟老美华公司说了 现在手头有点紧 付不出这300万 当然300万之外呢 还应该有一个13% 那就是39万的增值税 也就是说 作为我们卖方来讲 只是说把合同给促成了 所谓的把合同促成 就跟对方签完了合同了 然后呢 从会计角度来讲 我们已经符合了收入确认条件 这时候同学们说了 什么叫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你不说他339万 是一分钱没有收到吗 没有收到怎么就能叫收入确认条件呢 确实 这就是您在学习会计的时候 第一个坎在这了 这个坎叫什么呢 就是您作为会计来讲 您在记账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企业会计 他要用全责发生制 这个全责发生制的 全指的就是收入 或者叫收益 看着啊 指的就是一种收入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在1月23号的时候 合同促成了 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了 商品的控制权 这些老年人服装 都已经转移到了天津百合大楼 那就是我们的客户啊 转移到了客户的手中 但是我们的客户 一分钱没给我 听着啊 这是1月23号的事 等到1月31号 你看 1月31号是个什么日子 它叫资产负债表日 就是该出报告的日子了 作为我是公司的会计啊 我就得找这个一部门 我说你去问问 天津百合大楼 欠咱那339万 什么时候能给啊 然后一打电话 人家说了 对不起 这个现在呀 是真的给不了啊 我1月底是给不了了 可能过了年以后 2 3月份 我可能会给您 这时候您看啊 到1月31号 我需要给老板出资产负债表了 我要出利润表了 但是确实 合同已经签署了 商品的控制权 已经转移到客户手里了 但是就是没有拿到现金 就是没有拿到钱 那么我要不要确认收入 要确认收入 因为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明确规定 企业会计要用全责发生制 也就是说 全责发生制的全是收入 他不以是不是收到这339万现金为标准 他以你是不是此时此刻 拥有了一个找对方要钱的权利为标准 我确实把这些服装都已经给你天津百货大楼 你天津百货大楼是我的客户啊 我都给你发货了 此时你欠我的 你也明白 这时候即使我没有收到钱 作为卖方来讲 照押确认收入 要确认收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全责发生制 什么时候确认 1月份确认 1月份要确认收入 1月31号 我们实在是没有收到这笔钱 我们也得作章了 因为已经会计断点 已经断到这个点 我们要阅读出报告了吗 所以此时此刻 您会发现 我们作为老美华来讲 应该怎么作章 他一定会表示 我我有收入 他这个收入 他跟钱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啊 我有收入 就是我卖货了 但是 我没有收到钱 但是我没有收到钱 我有一个找对方要钱的权利 那么这个 你找对方要钱的权利 我们称之为叫应收账款 所以 此时此刻 就是全责发生制 全责发生制 全只能救收入 那么我通过这个例子 您看啊 一条射线 它叫持续经营 站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 我们给它分点 就快去分期了 分完期以后 就分成了 本期和非本期 比如说 你看 这段时间就是本期 然后 这个时间就是 后面都是非本期 或者下期 下下期 等等 对吧 那么一个具体的经济业务发生了 它到底应该是在本期确认 还是应该在非本期确认 它就看符合不符合 确认的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在哪了呢 这个标准就在这了 就是我们直接跟大家说的这些准则 你想 我们的收入准则告诉您 什么情况 第14号收入准则 告诉您 什么时候该确认 什么时候不该确认 收入准则明确规定满足五个条件 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了天津百合大楼 就应该确认收入 哪怕一分钱没有收到 也得确认收入 这就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我们一定要在1月份 本期要确认收入 所以这是全责发生制 那么 全责发生制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 它会体现出一种配比 或者是 它第一也是为了保护市场局 即使你没有收到钱 但是你确认收入 确认完收入以后 一截然成本 比如说 我们卖了300万的衣服钱 然后成本呢 是200万 你肯定我们不能赔钱卖 我们成本是200万 相当于是 这笔经济业务 造成了我们的营业利润 会上升100万 我需要给国家 交25万的企业所得税 您看 用全责发生 虽然没有收到现金 没有收到钱 但是你有了一个收钱的权利 这是我们就认为 在数据局眼里 就认为你达成了这种交易 你挣钱了 你就得给国家 交25万的企业所得税 你看 他就是体现出一个是保护税务局 另外一个他在保护谁呢 他在保护促成 这笔经济业务的销售经理 比如说当时 在这个能形成这笔业务的时候 是李经理 在李经理在任的时候 1月23号形成了这么一大笔业务 卖出去了 反正300万形成了这种收入了 但是钱确实没有收到 人家说了 我过年的时候卖 卖完以后 我23月份给你钱 如果要是本着收付实现制的话 那有可能2月份开始 人家这个销售经理 可能就不在这个公司了 或者到别的岗位了 又换来了一个王经理 如果你是以什么时候收钱 什么时候确认收入的话 就特别不公平 王经理2月份刚上任 2月2月份刚上任 2月6号就收到了这么一大笔钱 你就寄到王经理脑袋上 你觉得合适吗 那你要这样的话 李经理就不愿意了 李经理说那是我在位的时候 我达成的这个交易 你奖金得搁我脑袋上 你怎么能搁到他脑袋上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种全责发生制 第一个为了保护税务局 税款及时入库 另外一个也是为了真正体现出 创造价值的人是谁 对吧 从收入角度来讲 叫做创造价值的人 从费用角度来讲 就消耗这个资金的人是谁 所以我们要用全责发生制 全责发生制 绝对跟钱没有丝毫的关系 他不是说钱来了才叫收入 钱花出去了才叫费用 那是收付时限制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全责发生制呢 他就说我这个权益 或者我这个收入 现在发生没发生 所谓的发生没发生 就是符合不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 明白了吧 好这是我们说的啊 全责发生制里面的收入 其实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再举一个 因为全责发生制的权 指的是收入 责呢指的是费用 我写这了 指的是费用 那么在费用里面 比如说有一种费用是 销售费用打广告 打广告 像我们天津老美华公司 我们也要在天津电视台 打个广告啊 但是我们跟天津电视台 关系非常好 然后我就跟人说了 哎 过年期间给我们打广告啊 一天给我打一万块钱广告 你是按时长啊 怎么着 反正一天一万块钱 那么天津电视台呢 从大年初一开始 就给打广告 一直 你看大年初一开始 比如说从二月份开始啊 从二月份开始 一直给打广告 但是老美华一直没给钱 一直没给钱 但是天津电视台呢 也不害怕 因为老美华 很讲信用人有 有钱也 然后天津电视台呢 你说了 先给他打 打完以后一块算账 比如说一共打了58天 每天一万块钱 这58天呢 它是从2月1号开始 到3月 对吧 比如说啊 一共是58天 或者59天 然后什么时候 老美华才把这笔钱 给天津电视台付了呢 比如说这是3月31 4月30号 5月 哎 在这 比如说5月30号 才把这笔钱给他付了 一共付了好几十万出去 那我就问大家 这时候这好几十万 应该记在哪个月份上 你说 那我就记 就记在5月份上吗 不行 因为企业 老美华是个企业 全责发生制的 责指的就是费用嘛 你这个费用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过年期间 你是过大年的时候 每天打广告 所以你就应该记在 2月1号开始 大年初一开始 所以说 你就会体现出来 不是什么时候 付给天津电视台这笔钱 不是哪天付 就记到哪天费用上 而是说 看看这笔费用 到底发生在哪天 你明白吧 所以 全责发生制啊 一定要明白 它这个发生的概念 发生呢 就类似于产生权利 或者承担费用 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叫全责发生制 其实我觉得 全责发生制 这个事儿呢 挺公平 挺合理的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到超市里 去买东西 我是买这个洗发水 我买了200块钱 洗发水 然后呢 当时我爸爸就不乐意了 好家伙的 你看看 你这一个月 光洗发水就200块钱 你看 说明他就认为 我这一个月 就200块钱的费用了 就在洗发水这个角度 光洗发水就200块钱 再加化妆品 你多少钱费用啊 然后我又给他讲道理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我说这200块钱的洗发水 我得洗一年的脑袋 我才能把它用完 所以真正算费用的话 你不能算到1月 你不能算到1月25号买的 你就等我算到1月份 我说那200块钱 除以12个月 一个月才合十几块钱 连20块钱都不到 你看 它就是一种 全责发生制的概念 因为洗发水是用费用嘛 所以我的费用 我1月份 就是十几块钱 2月份十几块钱 3月份十几块钱 一年才200块钱嘛 你好理解吧 所以全责发生制 是必须要掌握清楚的 它直接决定着 您后面学习的始终 全责发生制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正因为有了全责发生制 不是出现了应收了吗 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得确认收入了 但是我没有收到钱 那就是应收嘛 对吧 那我这边是应收 那对于买我们东西的人 就是应付 或者呢 还有像我们 没有给天然电视台广告费 前面都没给 到2月28号也没给 到3月31号也没给 那就是应付啊 我们应付嘛 该给还没给 就是应付嘛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想 讲到应收账款这个账户啊 应付账款这个账户啊 等等 您得知道 其实说完了 说完了这个以后 您再看一遍 他说 由于会计分了期了 才产生了当期 就是本期嘛 本期和其他期间的差别 从而形成了 全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 两种不同的记账基础 进而就会出现了应收和应付 等会计处理方法 其实企业会计 他用这种全责发生制 有的时候也挺轰隆人的 为什么挺轰隆人的呢 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个概念 或者叫一个要素 叫利润 那个利润是怎么来的呢 像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 你看 李经理在的时候 跟天津百货大楼 促成了一笔交易 卖了三百万 本钱是两百万 营业利润一下子就上升了一百万 但是您知道吗 如果天津百货大楼 最后一分钱都没给的话 您觉得这一百万的利润有吗 根本就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单单的去看利润表 利润表里面 它都是按照全责发生制来记录的 这个天津百货大楼 也是本着全责发生制 所以本着全责发生制 往往看着是利润 看着是收入 看着是资产 但是未必真能折到啊 就刚我把钱借出去以后 未必能够收的回来是一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初级里面 又给大家增加了一张报表 叫做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才真正能够体现出这个公司 收进来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等等 那才真正跟现金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在这先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全责发生制 它是有弊端的 它会 它有一些情况下 它会造成一种 这个利润 有点玄乎 就是有点这个 就是有点 糊弄人 但是没有办法 全球的 全球的企业都是本着全责发生制 还是我刚才说 我们用全责发生制 也是为了保护税务局 也是为了保护 真正促成这笔交易的 这个业务员 那没有办法都用全责发生制 了解一下这个点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计基本假设当中的第四个 叫做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基本准则第八条理念规定的 它很简单 就是我们前面在刚开始给大家讲第一章概述第一节的时候 就讲过会计的概念 说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运用一系列专门的方法和程序 对一个单位所有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 你看当时我们就说用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 我们并没有说为作为唯一计量单位 因为在会计核算过程当中的计量单位是很多的 我买了两栋楼 我买了三台设备 买了五千克的原材料 买了八吨的水泥 你看很多很多量 我用了这些小时工多少个小时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您记住了 就是我们的会计 四个基本假设当中的第四个就是 我们要拿它做货币的计量 虽然计量单位很多 但是我们最终结果是要以数字来体现的 是要用钱来表达的 所以是货币的计量 我们要拿钱进行计量 货币计量 大家看一下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主体 在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时 主要都是拿钱作为计量单位 来反映这个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 及其结果 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是衡量一般商品价值的共同尺度 具有什么价值的尺度 到底值多少 流通的手段 筑藏的手段和支付手段等特点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我们到考前的时候 再把这些可能会出多项选择题 或单项选择题的概念题 给大家做归纳总结 现在只了解 只记住货币计量就够了 之所以它后面具有什么什么特点并不重要 好 接着我们来看小补充 说会计它仅仅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但并不是唯一的计量单位 所以我开篇的时候就说 它并不是唯一的计量单位 这又一次印证出来了 会计其实是越学越容易 您在学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前两章是真正的坎儿 过去以后后面就会发现 面对具体业务怎么核算的时候 那就一马平川了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选择货币作为共同的尺度 来进行计量 具有特别全面 特别综合的能够反映 企业的生产基金情况 提起结果的作用 因为最终我们会体现出来 我们的收入是多少钱 我们的费用是多少钱 我们的利润是多少钱 我们的资产有多少钱的 我们欠别人多少钱 我们股东投了多少钱 你会发现一说多少多少钱 确实特别综合的能够反映这个企业的实力 也特别能够全面的体现出来 所以拿货币作计量 它有一个共通性 有一个共通性 我们来看 那么除了我们拿货币作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还有没有不主要的呢 就是其他的计量单位呢 这个大家就了解 关于其他的计量单位 比如说关于重量的多少钱克的 关于长度的 关于容积的 关于台 关于件等等 只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起的生产经营情况 难以对不同的性质 不同的种类 不同质量的交易或者事项 按照统一的计量单位 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难以给他汇总和比较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你们家几辆车呀 他说我们家一辆宝马 我们家一辆房车 我们家一辆夏立 哎呀 我说你别说这么多了 你就告诉我 你们家所有的车到底值多少钱吧 你看 我其实就想知道 你们家的车到底值多少钱呀 还有我们家这一套房 那一套房 我说你别说这么多了 你就告诉我 你们家房子加起来 一共值多少钱 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其实会计归根结底 就是用多少多少钱 才能真正能够体现出 全面性和综合性 而且特别容易汇总 5块加10块就得15块 好好汇总吧 如果用其他的就难以汇总和比较 那么采用货币这种计量单位 进行会计核算和监督 当然也不能排斥 采用其他的计量单位 其他的计量单位 可以对货币计量单位 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关于这个原始凭证啊 计账凭证啊 还有什么明细账等等 我们那里面都会有单价 都会有数量等等 就是能够 不是说我们用了多少元了 我们就不再说多少千克了 不再说多少台了 我们照样也会说的 只不过是拿货币 作为一个最主要计量单位 我们都要给它变成多少多少钱 这样好汇总 这样才我们最后才是以钱来说话 会计归根结底 就是跟钱说打交道的 对吗 好 例如原材料的食物度量 你看原材料的食物度量 就是要么用多少多少墩 多少千克等等 是可以补充说明 原材料的储存情况 耗费情况等 经营管理的落实状况 这个了解一下就OK了 好 那么接下来有个小贴士 您了解一下就好了 估计您经济法基础里面也会学到 他说在货币计量 看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基本假设吧 在货币计量的前提之下 我国的会计核算 应该以人民币作为计账本位币 就是毛爷爷 你看我们的人民币上都有毛爷爷 我们一百元大钞的那个 我们是以人民币作为计账本位币 但是如果您的这个企业的业务 收钱和付钱都是拿外币为主的企业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上海的外贸公司 我的采购呢 都是来自于西班牙 我的销售呢 都是卖到美国去 你会发现 您买和卖都不会用到人民币 那么此时您看 业务的收支以外币为主的企业 也可以选择某种外币作为计账本位币 但是您毕竟是坐落在我们的中国上海呀 所以您在给我们报送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 您要把你的美元呢 把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欧元等等 给我变成人民币就行了 所以您看 但向外报送财务报告的时候 应该给我折算为人民币来反应就可以了 所以这容易出个判断题 您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在货币计量前提之下 我国的会计核算 应该以人民币作为计账本位币 但是如果你的业务收钱付钱 是以外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的 可不可以呢 可以 是可以作为的啊 您看就写了吗 以为主的企业也可以选择某种外币 作为计量本位币 但是给我们编曹报告的时候 要给我折算成人民币 因为我们折算成人民币 是要受到汇率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汇率就会忽高忽低呀 所以我们你不能让看报告的人 看报表的人自己去折算 不行 所以谁往外报告 谁就得自己 按照你当时应该用的那个汇率 给它折算成人民币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第二节当中的第一个考点 那就是关于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 就讲完了 这四个基本假设是异常的重要 第一个叫会计主体 一定要学明白它跟法律主体的区别 第二个叫持续经营 它是一条射线 第三个 正因为它是一条射线 你会发现你会计没有落脚点 没有干活的时机 所以我们第三个基本假设 就是把会计进行分期了 会计分成年度的 分成半年度的 分成季度的 分成月度的 没有就是没有日度的 我们最最小就是月度的 然后我们第四个 当然我们在第三个会计分期的记录之上 你会发现 正因为会计分期了 就分成了一月 二月三月四月了 就会分成你是当期还是非当期 比如说现在是一月 那一月份就是我的当期呗 那么去年的十二月份 就是我的上期 今年的二月份就是我的下期 那么上期也好 下期也好 这都是非本期 所以确实在会计分期的基础之上 就分成了本期和非本期 正因为有了本期和非本期 你就会发现 一个具体的经济业务发生了 它到底应该本期确认收入 还是非本期确认收入 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举那个例子 老美华 他在这个 一月二十三号达成了这种交易 然后但是到一月三十一号 他没有收到钱 也照样在本期确认收入 你不能说 我什么时候收到钱 我什么时候确认收入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能明白啊 所以我们说 正因为有会计的分期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本期和非本期 正因为出现了本期和非本期 一个具体的经济业务发生 到底应该在本期确认 还是在上期确认 还是在下期确认 就至关重要了 那么我们的企业会计准则 明确规定的 我们企业要用全则发生 全指的是收入收益 则指的是费用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就得确认 根本不以是不是收到钱 是不是花了钱的标准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啊 全则发生制 其实我们接下来 还会对它进行深入的解释 当然有全则发生制 还有一个收复实现制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基本假设 第四个基本假设 就是货币计量 当然我们除了货币计量 还会有重量啊 还会有体积啊 还会有台啊 件啊 撞啊 动啊 等等 都有 但是他们只能起辅助作用 货币计量是最主要的 四个基本假设 我们就算想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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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